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他领导中国《胡锦涛新传》第八章,从后台来到前台的部分内容,巩固加强自己的智囊班子。 在进行一系列宏观、微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的同时,胡锦涛抓紧物色和巩固自己的智囊班子。 共青团系统,包括他原来担任过主席的全国清联,一直是胡锦涛的人才基地和思想仓库。 胡锦涛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结识的一大批青年才俊,固然大部分是科技、文艺和体育尖子,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学术、经济新秀。 后来,胡锦涛与他们一直保持较好的联络沟通,通过他们了解理论界知识界的动向,共青团和青年的成员也在流动,扩散,逐步联络到更广泛的知识精英。 在他告别共青团系统之后,也与这些精英一直保持联系。 当年他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批准一些展露头角的青年理论、人才调入中央团校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948年成立于河北平山县两河乡,1949年随党中央牵制北京的中央团校,是共青团中央的直属院校,包括胡锦涛本人在内的历任团中央领导都曾兼任团校校校长。 1985年成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校两块牌子,同时承担普通高等教育和团干部培训的职能。 中央团校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与时俱进,不断吸纳人才,产出思想见解和调研报告。 胡锦涛很注意从中吸取值得参考的内容。 由所谓民主党派联合主办,实际上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的中国社会主义学院,也因为与胡锦涛关系密切的共青团派成员王兆国、 刘延东先后执掌统战部调入大量园团的机构或者相关人士,时常组织调研课题,献计献策。 此外,由于清华在80年代初期恢复人文专业,吸纳了相当一批杰出的人才,胡锦涛在与清华母校,校友的联系中也结识了一些知识精英。 而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中央党校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智囊主渠道。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九年间,他日益加强和倚靠党校的秀才班子,通过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开名派, 组建和扩大松散的智囊群体来构思未来。 群体里的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够与胡锦涛的态度互相印证, 让人能够从中嗅到深藏不露的胡锦涛新思维的一点气味。 中共中央党校在中共整个体系中,主要不是作为给权力最高层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 而是中共训练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基地。 担任党校校长这一职务,对胡锦涛来说,主要好处是后续人脉。 不过他当上校长后很快发现,这里有教师五百余人, 其中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高级职称者, 超过二百人,设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法、 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文史等七个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 学科齐备、机构健全。 在理论探讨、政策调研上,有人缘、有阵地、有讲坛, 既是相当雄厚的资源,也是相当方便的渠道, 可以利用来进行重大课题的研究和咨询。 当时,中共中央研究室由王维成、滕文生等人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由胡省、王忍之掌管、 中宣部及辖下的新华社、人民日报、胡锦涛都无力插手去布置课题、组织调研, 更遑论鞭长莫及的国务院等其他系统的研究机构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党校甚至是他唯一能基本上说了算的具备研究能力的机构。 到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时,党校通过举行研讨会, 组织到基层调查、出国考察、九年生据、九年发展, 已经集结起一批胡锦涛能够倚仗和利用的力量, 其中不少人被调到别的岗位,在更大舞台上发出声音。 胡锦涛组建自己的智囊,让他们出思想,出人才, 很注意两个关键环节,创造民主空气,面对现实课题。 1979年6月,由北大调到中央党校工作的王贵秀教授曾经回忆说, 邓小平提出党校教学的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 而胡耀邦加上一条,不装袋子,渐渐地研讨空气多了,自己的观点也有了。 王贵秀没有说王震当权时的党校是否能做到这四步。 他介绍,胡锦涛接续上了胡耀邦的传统,让教师学员畅所欲言。 中共建国50周年时,党校有关部门设计了一套记名问卷, 一位曾参与问卷统计的党校老师介绍,学员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 特别是如政治体制改革等以前比较敏感的话题, 也有不少人提出并加以详细论述。 这的确是个更开放,更民主的环境。 密切针对现实难题探索,也是胡锦涛要求于中央党校的。 科社教研部副教授谢志强五六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阶层变化, 举办全校性大讲座。 有学员质疑,把阶层分得那么清楚, 但可能以往划分模糊时,各阶层的矛盾不明显, 现在不就公开化了吗? 谢志强回答,阶层分析在于正是现实, 在于解决问题,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视而不见,不是一种鸵鸟策略吗? 中青班十七七三支部学员, 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马建棠向教员建议党校应领入案例教学。 这一建议,受到校方高度重视, 正必兼批示,好意见,请培训部设计一下。 而在国内外突发事件频发之时, 党校开设应对突发事件的案例教学课程。 学员说,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各种矛盾相对集中, 群体事件,集中上访时有发生, 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常有出现, 企业改制,职工下岗, 均转安置,以及自然灾害等矛盾, 经常交织在一起。 能否妥善处理这些事件, 是对党政领导干部赠何能力的严峻考验? 他们很庆幸在党校受到了这样的训练。 比较一下胡耀邦与胡锦涛这两胡相隔20年的情况, 可以看出胡锦涛培养, 启用党校智囊若干特点。 胡耀邦当年主要启用哲学和政治学学者, 而胡锦涛垂循使用更多的是经济、法律、 甚至文化等领域的学者, 尤其重视后起之秀。 例如,胡锦涛亲自提拔的党校副校长、 政法教研部主任石泰峰教授, 是北京大学法理学博士、 主编西方法律社会学等书, 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领域有深入研究, 再如文学博士李舒磊, 到2003年, 仅39岁, 对现当代文化思潮颇有创建, 受到重用, 担任党校校委委员, 培训部主任。 此外, 还有担任党校科研部副主任的经济学教授陈高童等人。 胡耀邦当年重在发挥党校的党字, 及权力体系组成部分, 这一侧面的性质, 利用党校教员与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胡锦涛重在发挥党校的校字, 及公书育人的教学机构, 这另一侧面的性质, 更重视党校学者与高等学府, 学术机构, 包括社会团体, 和企业民间, 科研力量, 的结合。 例如, 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继思兼任, 便与整合更多知识界人才。 胡耀邦当年基本上只是利用教员, 而并没有动员学员。 而胡锦涛则看到, 党校内每年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岗位的三千学员, 这一个大宝库, 通过教员的中介, 组织学员调研讨论, 取得更多来自基层实践的第一手资料, 更广泛地级思广义。 胡耀邦当年既没有条件, 也顾不上开发国际思想资源, 而胡锦涛则创造条件让党校学者走出去, 请进来向国外取经。 由党校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出国考察一些敏感课题, 比起党政机关派员出国考察, 具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不至于引起党内对手的警觉, 受人以禀。 例如, 2001年以来从党校派出几个考察组, 到西欧考察社会民主党的运作, 2003年从党校又继续派人继续考察, 就没有引起反弹。 胡耀邦当年的智囊, 处于新旧政治冲突尖锐激烈的环境, 自由思考和表达的余地比较小, 稍有不慎, 不仅自己踩上地雷, 而且会殃及胡耀邦。 而胡锦涛时代的党校智囊, 拥有了更多独立的话语权, 与胡锦涛的关系更为超脱, 胡锦涛借他们之口, 可放试探气球, 也可画龙点睛。 例如, 离开党校后, 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碧坚, 在2003年数次重申中国会锐意推进各项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党校教授, 中纪委、 特约研究员王贵秀, 批评党内权力, 不断向中央政治局集中违背党章精神, 都可进可退, 可攻可守。 左右两派向中南海平上奏折。 越临近胡锦涛预定接班的中共十六大, 各派政治力量, 社会群体越活跃, 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 力图上达天厅, 影响中国即将上任的新掌舵人。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更激化了争论, 放到胡锦涛桌上的各种改革方案, 堆积如山。 其中厚厚一份是李鹏批转来的, 还有一份更厚的, 是江泽民批转来的。 随着中共十六大临近, 党内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竞争, 使胡锦涛和曾庆红都希望抓住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 来吸收政治资源。 1999迎接千禧年, 2000年跨世纪, 2001年, 中共80周年, 乃至2002年, 迎接十六大, 中共新生一代政治人物和民间精英, 抓住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机会, 纷纷出招, 投入人事之斗和路线之变, 大小方案多如牛毛, 海外媒体往往称之为秘密报告, 万言书, 连曾庆红给中央的, 以扩大党内民主为改革方向的报告和发表的文章, 也都列了进去。 还有邓丽群主导炮制的万言书, 方觉得建议, 彭明的方案, 不一而足。 其中就有林炎智上述关于新生资产阶级, 危害到中共政权的报告, 和国务院提改办副主任攀岳的政治改革十万言书。 攀岳和林炎智均为太子党成员, 也都是共青团派成员。 他们代表了中共党内不同派系, 足以说明全党都有了即将的危机感, 都期望能够引起胡锦涛的重视。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峰之子,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锐的女婿, 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智写的这篇文章, 题为, 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 长达数万字。 林炎智警告说, 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很想执政, 并且很有可能通过改变共产党性质的办法, 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 如果他们的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 中国将会经历长期的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 林炎智颁出了江泽民1989年反对私有企业主的讲话, 和中共1989年发布的不准吸纳私有企业主入党的9号文件, 用昨天的江泽民来否定今天的江泽民。 林炎智说, 如果这么快就好了, 伤疤忘了痛, 就使人担心党是否有能力应付新的复杂局面。 如果允许私有企业主入党, 会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破坏全党团结的政治思想一元化基础, 突破党在阶级先进性上可以容忍的底线。 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 其他的问题就不可能再依靠党内和平斗争的方式来解决。 到那时, 共产党就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共产党是否可能, 是否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党? 这是中共党内争论的焦点之一, 林炎智不容回避地挑明了这一点。 他断言, 历史上工人阶级政党改变性质, 组织上的突破口就是允许任何人都可以入党。 所以, 我们不仅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 还要劝退那些已经成为私有企业主的共产党员。 十。 林炎智这份报告, 由李鹏批转给所有中央委员参考, 代表了中共原教旨主义势力向江泽民施压, 向胡锦涛发难。 据知情者透露, 丁关根已经年过股息, 其中宣布部长职务由谁来接替? 胡锦涛倾向于新华社社长田聪明, 还有消息来源说郑必坚也在部长人选名单上。 而李鹏支持的正是林炎智。 李鹏说, 林炎智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国家语言文化委员会党组书记,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不常, 在教育, 文化, 宣传系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林炎智出任中宣布长, 知识分子绝不会高兴, 他八十年代就主张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 有人甚至说, 他比丁关根对异端思想还要强硬。 后来, 中宣布长之职落到田聪明提拔的共青团派成员刘云山头上, 他还进了政治局。 2001年2月, 潘月向中央提交一份万言书, 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潘月不论在哪个岗位上, 都十分专注于组织思想界人士撰写极其宏大的战略性的报告, 然后成交给中南海, 常常被人积评为不务正业。 他的着力点再尽可能通过战略报告来影响决策层。 他这一方案与他1991年的文章既有成席, 也有发展, 其基本思路仍然是强调, 中共原是革命党, 以革命手段夺得政权后, 为改变政治体制, 仍以革命手段治理中国, 以致不能适应和平建设之需要, 动乱因素正在发酵。 现有的改良已不足以防止革命, 所以必须采取重大措施, 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面, 才能避免革命危机。 在攀岳看来, 三个代表的提出, 是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标志。 中共应该借鉴社会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和成功经验, 铸造良性的中等收入阶层与立体的市民社会, 全面实行法制化, 并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中共党的执政宗旨。 不过, 攀岳并不主张走政治民主化道路, 反对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 也反对搞军队现代化和西方的普选制度, 而是吸纳新权威主义的某些政策构想, 建立极权式的政治体制, 以强大的政府推行政治现代化改革。 有人归纳说, 攀岳端出的蓝图可解释为共产主义的理想, 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旨, 新权威主义的政策, 民族主义的精神。 攀岳的这个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分为五部分, 重点则是在第四部分提出政党转型要解决的几个理论问题。 攀岳认为, 只有建立在法理基础上的执政, 才是合理的。 而这个基础尚未建立。 针对三个代表, 攀岳又明确质疑说, 现代社会的政党, 只可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而不可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共应该扮演社会各种利益的协调角色, 便统治者为治理者。 在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 中共代表先进生产力, 就应该代表科技人员与企业家, 而不是失去先锋性的工人阶级。 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假磁色的抨击为无法无天的暴力, 和民主法治不能并存。 他建议建立权力监督与平衡机制, 关键一环是党内民主化, 当务之急是落实从基层到全国党代会的差额选举。 11. 攀岳的这套庞杂想法, 同时遭到来自党内左派和海外右派的尖锐抨击。 党内保守派尚书中央, 痛心疾首地说其政治方案实质上是在将中共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提供理论依据。 主张政治民主化的人士则认为, 他的政治方案实质上会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思想纲领。 海外还有民运人士机制为中共的救命方案, 而香港、开放、月刊主编金中则说, 这是一篇有相当理论深度的突破性纲领, 把迄今不可动摇的中共的性质、代表性、执政的合法性、 专政的必要性都统统予以否定。 相当一批中青年官员和主张渐进变革的知识分子, 对潘月表现出极大兴趣。 他们认为, 他的思想相对来说符合中国的国情, 也将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融合。 有位与他有过交往的学者评价, 潘月是个实用主义者, 只要是能维护江山的想法, 只要他有权, 他都敢拿来用。 但精英们又认为, 利用可以是相互的, 潘月想利用知识精英的头脑, 让他利用好了, 我们不是也可以利用他来接近我们的政治目标吗? 比较起来, 潘月的身份横跨了太子党、 共青团两个阵营, 既通过潜月仗与军方有瓜葛, 又长期供置于朱镕基的国务院, 与许多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关系甚深, 他还特别爱五文弄墨, 出版了诗文集, 不被他利用, 还被谁利用, 不利用, 他还利用谁? 人们还期望, 潘月这套政治改革方案 能成为胡锦涛的思想资源, 他大大放光发热的机会, 莫准在十六大之后就要到来呢。 知情人说, 潘月的蜿蜒政治改革方案送到中共高层后, 江泽民读过后大感兴趣, 批给政治局成员传越, 没想到, 过了一个月, 报告遭到中共极左势力的痛斥, 逆风抖起, 江泽民也变了态度, 批评潘月做事太张扬太急躁, 潘月报告遭到封杀, 时任广东副省长王岐山, 被任命为提改为主任, 向这位副手传达中央的批评, 要求他立即停止这方面的工作。 江泽民改变态度的原因, 据信是因为, 这份报告, 与江泽民正在起草修改过程中的七一讲话, 难以协调一致, 虽然潘月的思考, 是围绕住三个代表这一核心, 来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极具流失的中共, 提供合法性论证, 但是思路与江泽民七一, 要宣讲的说法, 抵舞之处太多, 怕被人将两者拿来互相搏难。 被封杀的另一原因, 据说是因为这篇报告, 与几位知名学者张显阳, 包尊信等扯上了瓜葛, 而这些人, 都是六四以后被整肃的异议人士, 江泽民对六四, 是相当神经过敏的。